说完有人机 咱们再来说一说这无人机 因为它在未来战争当中将会发生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美国一直在这个领域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我们看从之前X-47B到X-48C 越来越多的这种具有科幻外形的无人机 在美国各个基地频繁的测试 而在2015年的4月9号 一架全新涂装的X-56A正式开始测试工作 但是它的这个亮相却让外界怀疑 也说这架X-56A它就只是个山寨品 那么这款无人机能否在诸多的质疑声当中毅然起飞 它的身上就背负着怎样特殊的使命呢 2013年年初 美国航空工业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公布了其最新宣传视频 在这些视频中 我们看到了熟悉的SR-71 U-2 这些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品 甚至还有F-22 F-35 这样新时代的代理作品 但与此同时 在他们的身边还出现了一架略显陌生的无人机 尽管该款武器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但它奇特的外形却让人感到似曾相识 很快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这架神秘飞机的相关信息 它就是美国X系列无人机的新成员X-56A 据了解 早在2012年 美国国防部便已经确定了X-56A的设计方案 并被赋予了未来侦察无人机这一颇高定位 据悉该机一宽8.5米 全重217公斤 然而灵魂感到意外的是 在外形方面 这架拥有超高定位的无人机并没有进行创新 仍旧采用了之前X系列无人机中已经使用过的飞翼式布局 首先它跟以前的飞翼布局不一样的是 它是模块化的 换句话说 它的核心的机身是固定的 但是它准备了好几种疫情 它这个设计考虑到将来 可能要把它转用于像高空的长航式的这种战略无人机 或者是中一级的战役型的这个无人机的这种设计 2013年7月6日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X56A成功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但是由于美国空军一直在质疑这架无人机的性能 因此X56A始终在进行各项检测以及改进 外界对这架新型无人机依然是知之甚少 2015年4月9日 X56A正式开始进行飞行测试 这也标志着这架曾经并不起眼 且又备受期待的无人机 终于正式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那我们讲X56A它作为一款目前来讲叫验证机 它有着非常特殊的使命 同时呢 该据我们刚才也讲到被赋予了美军未来飞行器 这样一个超高的定位 那它是否能够堪当大人 1964年1月10日 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 一架B-52战略轰炸机正在坐着起飞前最后的准备工作 而这次飞行对于这架号称为同温层堡垒的庞然大物来说 只是简单的例行公式而已 但是让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起飞没多久 这架B-52的垂直尾翼突然断裂 并且在空中大幅度抖动 紧接着巨大的机身开始摇摇欲坠 但奇迹的是 在机上四名机组成员和地面指挥的配合下 这架B-52最终平安降落 事后根据调查 此次尾翼脱离的原因是由于飞机飞行时发生了颤震效应 所谓颤震效应 就是当飞机在飞行过程中 由于速度过快而产生的一种剧烈颤动 然而 这种看似平常的颤动 一旦持续时间过长 便可能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 据资料显示 美国空军因颤震效应而发生的空中事故已有近百次 有十余架飞机甚至因此而坠毁 其中还包括像F-117这样的先进战机 为此 美国军方决定 研制出一款能够测试如何减轻或消除颤震效应的验证机 随即X56A应运而生 据悉 X56A采用了罕见的柔性机翼技术 这种机翼可以在飞行时进行大幅度流转 与传统硬性机翼相比 重量更轻 能够更好的适应高速飞行下所产生的不规则震动 不仅如此 X56A还通过先进的控制技术 在颤震效应发生之前便提前进行准备 与传统一来顺受的被动方式相比 主动方式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减小颤震效应对飞机机体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如果此项试验最终得以成功 那么对于拓展未来飞行器性能极限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讲验证机它确实对于美国空军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对于美国的另外一款战机 它的一个研制也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究竟怎么回事呢 我们马上去了解一下 2015年2月3日 作为美国人最喜爱的体育赛事 一年一度的美式橄榄球超级晚决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而当比赛进行到中场时 一则广告的播出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这则广告是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制作 广告中从二战时期的YB35到大名鼎鼎的B2 再到美国新锐无人机X47B等一批美军明星产品纷纷出现在镜头当中 而就在此次广告接近尾声的时候 一架全身被遮盖起来的飞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虽然有史至终这架神秘的飞机都没有露出身容 但依然有很多人一眼便可以看出 这就是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用来竞逐美军下一代隐形轰炸机LRSB计划的实验机 事实上早在2012年4月 美国国防部便已经透露了有关LRSB计划的相关信息 据资料显示 此次美国研制的新型隐形轰炸机最大特点便是可能分为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当中 时任美国空军部长的迈克尔唐利表示 LRSB计划研制的第一批飞行器将是有人驾驶型 而第一批无人驾驶型LRSB有望在2030年左右列创部队 不过有媒体披露 美国新一代轰炸机在速度上并没有太大提高 甚至其载弹量还将缩小 更有报道指出 该机在机载设备以及计算机系统方面也没有太大提升 充其量就是现有B-2轰炸机的改进性 尽管美国未来轰炸机还存在一定的质疑声 但据美国空军研究实验室表示 正处测试阶段的X-56A 可能会对美国未来轰炸机起到意想不到的误作所 除此之外 X-56A采用的轴性机翼 以及主动预测技术 也可能出现在未来隐形轰炸机的身上 那我们讲其实X-56A 它作为一款验证机 也并不是一个孤独的试验者 在X系列的无人机当中 还有另外一款战机 跟它同样都减负着试验的使命 究竟是谁呢 我们去看一下 2015年3月11日 位于美国佛罗伊达州的停德尔空军基地 一架F-16战斗机 庄严的停在跑道的一端 仿佛是准备接受检阅的士兵 周围的工作人员 各个都神色匆匆 甚至整个空军基地 似乎都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在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 这架F-16战机缓缓启动 就在飞机的机头部位 抬起准备升空的时候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这架腾空而起的战机 架势舱内居然空无一人 更出乎人意料的是 这架无人驾驶的F-16在空中 与另外两架有人机并肩飞行 在机动性以及速度方面均不落下 最终经过十几分钟的飞行之后 平稳降落在地面机场 据了解 此次试验的无人驾驶型F-16战机 是由多英公司研制的无人战斗网机 并且将其重新命名为QF-16 这些新型法机将会很好地扮演假想敌的角色 以帮助飞行员进行空中模拟训练 除此之外 这架QF-16与其前辈F-16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外形 甚至在最大载弹量 最大载荷 以及最大速度等方面也都大致相同 因此 QF-16拥有与F-16不相上下的战斗力 在未来 通过加装新型的数据链 以及其他配套作战系统 QF-16无人捕机 还有望作为无人战机出现在战场上 而就在F-16经历由有人到无人的华丽变身时 与X-56A同宗同源的X-48C无人机 也要进行另外一项神奇的转变 据悉 这架由波音公司幻影工厂研制的X-48C无人验证机 于2012年正式推出 一经亮相 并因其酷似大三角的外形 以及独特的定位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据了解 现阶段X-48C只是按比例缩小的验证机 现在的大小 仅仅是最终机型的十分之一 而采用了飞翼式布局机身 在未来还会拥有更大的改造空间 因此 波音公司计划 在接下来进行的25次实验中 收集飞行数据 并根据实验结果 测算出适合有人驾驶的最佳尺寸 届时 这款无人机将有望升级为 有人机 那我们看到 现在美国空军是有意要再次将它的无人机打造成有人机 而这样一项看似有一些荒诞的任务 就落在了X-56A的同门师兄 刚刚我们看到 X-48C的身上 那么已经被成功证实的有人机 变成无人机计划 如果倒转过来 是否同样有效呢 作为验证机的X-48C 又为什么会被赋予这样一项特殊的使用 咱们接着往下看 1995年1月19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安特洛普古 美国当时最新型X-31 正在进行它的第67次测试飞行 只见飞机以极快的速度爬升到将近7000米高空 随后就在飞行员与地面指挥人员一同被飞机的飞行状态进行评估的时候 他突然注意到飞机的机载电脑出现了问题 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飞机继续飞行 这时地面指挥人员也发现了飞机的异常 并且不断告知飞行员注意 几分钟之后 这种警告变成了惊恐 飞机突然失控 并且在空中无规则地抖动 随后 一直地冲向地面 最成坠位 X-31是X系列验证机中的一员 该机长14.85米 一展7.28米 在此次事故之前 这架飞机与美国F-18进行的94场演练中 取得了剩78次平84-84的骄人战绩 而就在事故发生半年之后 X-31便被迫停止研究 但是已经下马的X-31验证机 并没有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2004年5月 在柏林举办的国家航空航天展览会上 一架X-31正在进行飞行表演 光秃秃的尾部让它看起来十分怪 这就是最新改进型号的X-31 有知情人士透露 这架被搁置了近十年的飞机 死而复生之后 主要任务便是进行五尾翼飞机的相关测试飞行 虽然五尾翼设计在无人机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是作为美军第一架实现超音速飞行的五尾翼战斗机 X-31的出现足以证明 这种五尾翼的独特设计出现在有人机上并不是没有可能 无人机以其优异的性能力 长时间的流空监视能力 以及精确的打击能力 使得其在现代战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上场机会 不仅如此 随着隐身无人攻击机技术的逐渐完善 在未来战场上 无人机同样可以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由此可见 无论是品类繁多的美国X系列无人机 还是以神经元为代表的欧洲无人机 都标志着无人机的热潮已经到来